来看到这样的判决到底是保护好人还是坏人呢 这算是台湾司法史上的另类奇迹 这是涉嫌绑架勒索私票案件 八次被判处死刑 甚至一度是死刑定验的徐自强 他因为羁押超过八年的时间 今天依照这速审法的规定会无保释放 现在也成为台湾绝无仅有遭到判八次死刑 却可以走出监狱回到社会的人犯 而预料会在今天上午宣判之后就立即放人了